发生在漳州的一件很难能痛心的事情 教训深刻 有17名瓦迪来的游客 到漳州的某一个海域去游玩 其中有16个人下水 有一个人在海上帮着16个人拍照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几个人他们想玩一个人浪 就是说16个人挡在这个浪头的前边 让浪玩打在自己身上 玩人浪 结果一不小心 这16个人全部都被海水捡走了 这些人真的是让人很无语 看看这样的大海 看起来是很平静的 没有什么波涛 没有什么浪花 但是一不小心人被捡进去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从此再上不来了 16个人都被海水捡走了 当地有两个县的这一个很多的部门 还有一些海员或是一些渔民都来参与这个救援 最后仅仅只有一个在上面 海岸上拍照的这个人没有出事 其他人都掉进去了 当天那是14号的事情 当天直接就有10个人救不过来了 有6个好像是重伤 就是被水呛了 最后还有一个也落水 就是失踪 这个是当时出现在这个镜头里头 这些人就是这17个人 17个人里头的几个 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域 他们就想去玩 没有想到再过一会儿 他们的生命就将终结 给人的感觉真的是水火无情 真的水火无情 实际上在这一个他们出事的海域 你看一下现在真的是风平浪静 但是长期生活在海边 或者是海边的人都知道 这个海浪来的时候 真的是你无法判断的 有可能一个巨浪下来 人就没了 你看一下这里头 他都打着 镜子下海游泳 否则后果自负 但是有多少人 罔顾着一些提醒 依然在那里玩 16个人手牵手在那里 在那里玩这一个海浪 结果全部被捡走 这样的教训实在是深刻 让人觉得痛心 愿世子安息 真的是让人感叹 生命如此脆弱 在这海水底下 我们这些人即使再强大 也是如这一个蝼蚁一样 真的是在大自然面前 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看看我们这些人总是能 在危险面前 没有足够的警惕 像这些孩子 方认他们在海边自己去玩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海浪卷过来 有些人讲 我就站在那里没事 卷过来好了 人有可能就会 直接被海浪吞噬 而且被带进海里 人一旦被带进海里 真的是想自救都难 越紧张 有可能越容易出事 敬畏大自然 敬畏海洋 再次愿世者安息 希望上天 有更安全的海域 可以给我们玩 我们不要下水 我们仅仅在那里看就好